一放学回家 小杰就来到床边 用鼻胃管为爸爸喝水 爸爸五年前中风卧床 妈妈是越南籍新住民 小杰还有一个读高中的哥哥 全家就靠妈妈一个人赚钱维持佳绩 他看到我这样子工作很辛苦 还有还要接你很多这样子 他们会独立自己这样子 就读小学六年级的小杰 不但会帮忙家务 功课也是名列前茅 经常是一边读书一边陪伴爸爸 考学校的话 以后工作就比较好早 因为爸爸生病 然后妈妈第一个人赚钱辛苦 也曾经看到别人环境好 回来跟妈妈分享 但妈妈告诉他要知福惜福 我说人不要跟人家比 有人跟我们更辛苦 我们就这样子想就好了 我们如果想这样子 我们熬不过 我会想想跟他们讲这样子 我说人家会努力要自己熬得过 五年多来 志工看着小杰慢慢长大 也看到他坚强的一面 妈妈教育得很好 妈妈一直教育孩子 就是要自己独立 自己自立自强 面对逆境更要迎风展翅 小杰立下志愿 未来希望从事医护人员工作 帮助需要的人 大爱新闻张贵端 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